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立即逢阿飞格斗说出 之前花了三集的篇幅 把五尊成名之路的故事说完了 而他梦幻对决的对手 神童纳虚穿天心的篇章 立即逢当然也不会错过 之前传说也用了好几集 来分享天心职业生涯的重要发展 但是他在幼年时期一路成长的故事 相信大家还不太了解 没关系有阿飞就放心 好好听我说下去 1998年8月18号在千叶县的松户市 纳虚穿家迎接了一个男孩的来临 作为纳虚穿家的长男 爸爸纳虚穿宏信对他寄予厚望 我希望你能拥有一颗像天气一样宽广的心 作为一个永远怀抱着感恩的男人 就这样这个男孩子被取名叫做天心 虽然取了一个这样霸气的名字 但天心这孩子天生的个性很胆小 跟父亲的期望相去甚远 在天心五岁的这一年 爸爸为了磨练他凡是容易胆怯的个性 便把他送到集真会馆千叶北支部 五乡到场去 让馆长佐藤龙也培育 但辛苦的练习加上又是被强迫的 让小小年纪的天心刚开始非常的抗拒 都会趁着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从道场偷偷开流 而要练不练的日子也就这样持续了下去 很快的上了幼稚园的天心 第一次报名参加了空手道的比赛 但就凭他一天捕鱼三天晒王的练习态度 想当然而是吞下了败仗 这让非常讨厌半途而废的老爸很生气 决定要自己盯天心练习 从这天开始 天心除了平日到道场练习之外 回到家里还有爸爸准备的特训菜单 自此 纳虚穿天心开始了 每天沉浸在格斗季的日子里 原本很讨厌去练习的天心 随着在道场交了几个差不多年纪的好朋友之后 翘练习的情形渐渐的改善 加上回家之后还有老爸的魔鬼训练在等着他 天心的实力因此不知不觉的提升了 第二次参加比赛的天心就是参赞县大赛 不过生涯首战惨败 赛前自然没有人会把他放在眼里 没想到他却在县大会展现特训成果 在所有的赛事都拿下一本 以黑马滋滋一路赢到冠军 跌破众人眼镜 第一次尝到获胜的滋味 也让天心开始觉得 欸空手倒也蛮有趣的嘛 回忆起小时候的训练 天心曾经这样说 比赛时打进冠军赛的压力 远比不上老爸给我的压力 比冠军赛的压力还要可怕 爸爸纳去穿红杏到底有多恐怖呢 这就来举个例吧 就算天心在比赛中夺下胜利 只要没有拿出平常练习的水准 或是没有做好赛前设定的战术 或是动作就跟输了 没有两样 一回到家连饭都没得吃哦 一连就是好几个小时的魔鬼训练 从小在炎富的指导下成长 也造就了纳去穿身后实力的基础 因为如此 在现级的比赛当中 天心已经逐渐找不到了对手 但想再往上打 却有一堵高强挡在天心面前 他就是南原健太 寄生健太何生天心 这句话足以形容两人在幼年时期的竞争关系 南原健太从小就长得又高又壮 体重将近是天心的两倍 身高又比天心高上许多 体格上的绝对劣势 让天心每次在比赛中遇到南原就持别 两人第一次碰头就是在纳去穿第一次想要挑战全国大赛时 在最终选拔赛上就因为强碰南原在32强就惨遭淘汰 不过最后还是因为过去在线内成绩游异 地补参战全国大赛 虽然幸运搭到了末班车 但该怎么攻略这座南原城 是天心想在全国大赛拿下夹击的必要课题 这也让他开始强化步伐 决定不跟身强体重的南原正面硬拼 开始练习以步伐为主体的游击战术 也因此奠定了未来天心的战斗风格 2008年10月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 参战全国大赛的天心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冠军战 而冠军赛的对手不是别人就是宿敌南原健台 在欲强敌纳虚传天心可以复仇成功吗 欲值后续发展 请订阅立即风频道打开小铃铛 更精彩的立即风阿飞格斗说书 纳虚传天心的故事 第二集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